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闻师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 则缘起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开始讲《大愿门前行引导文》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轮回当中充满痛苦 就像不仅是没有分享一样 整个上下的轮回全部是痛苦的本性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可是我们有些人对整个轮回一刹那的出离心 还生不起还觉得在这个轮回非常舒服 非常快乐 当然这些人将来肯定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 是无量的痛苦这是化之仁不切的愿化 就是这样的大家在前行学习的时候文字上应该 我也是用了最好懂的文字就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一方面互相探讨要听不到 然后自己再去再三地思维 每一个人对这些金刚语都有不同的理解方法 这样一来大家尽量地这次我们修加行的时候 也应该在世相续当中生起加行的定解 尤其你们加行班一般我安排的法师 你们自己也给他们念个传承现在开始就修 修的话不可能我就天天地念现在是专门有加行的 这样先给他们念一点 然后比如说后面的皈依开始修的话 有多少个人要开始修的话你们自己安排一个时间 然后给他们单独讲一个皈依的修法 然后在十凡变过了以后再讲法心 从现在开始因为为什么这样分拌呢 肯定是你们要做这些事情这样的话 那么其他的人我想还是要先打好基础 尤其是我们实修部的人以前可能有些人修过 但是以前修的时候这是为了听一些密法 这是为了完成一个数目 可能是在真正的相续当中 以出离心和菩提心色素的这样的加行 可能你们修了没有你们问一下自己 然后如果没有修的话 这次整个机会还是大家一边闭关一边修着 我们有些人闭关的话 可能自己想修这个法 修那个法 但我希望我们放额如意宝的道场当中 有些别的传承和别的一些 有些人是有这种情况的 到别的地方去两三天 听说是在那边的一个修法 在那边也没办法带下去 在这里开始以闭关的方式来修 但我不是说是完全不行 但是最好是我们在这里放额如意宝传承的道场 然后在这里应该修我们的传承 对你相续来讲是应该合理的 有些地方有这个想法 这次希望不管别人怎么样 自己好好地把大圆满的加行上面 我们每天也讲得比较少 自己应该从文字上 意义上 观想上 大家都打好论基础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继续讲的什么呢 虽然经义随福德分的少许善果获得了 如梵田地诗天般长寿 相好他相貌断严的意思 他宿命很长 宿命长久 相貌断严 财富圆满的身体 虽然有些真正获得了以前做善事 随福德分的善根就像地试田 梵田等等 像这样的众生也是舍得了 最终也是摆脱不了死亡 最后感受恶趣的悲惨痛苦 这是我们亲友所学习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这些人现在虽然暂时拥有财富 无病等少许安乐 我们有些人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的 一些社会上的富翁 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生活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有钱 住的也是高楼大厦 出门的时候也是坐在一些豪华的轿车里面 然后自己的地位 财产各方面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这些少许的安乐 几年或者几个月甚至仅仅是七天的时间内 散去的安乐过耗尽了 有些只有几年享受的时间 有些只有几个月 有些仅仅是在几天当中 你以前所造过的这些福报 全部已经灭尽完了以后 就变得非常贫穷 极其可怜 或者不愿意也要感受恶趣的男人的痛苦 这是非常容易的 现在正在享受世间快乐的有些人 现在的一些夫人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吧 有时候他们的生意各方面做得不是特别顺的时候 在几天几个月当中都是一切的一切全部已经没有了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可怜 痛苦了道的这种人 这种也有 有些人已经死了 死了以后自己根本不愿意感受恶趣的痛苦 但是也要感受这样的痛苦这种现象也非常多的 不信因果什么样的佛法讲也没办法用的 如果真正这个问题打好这个技术 那佛法修行很容易的 所以一般藏地的一些修行人 给他们讲修行的一些教言比较容易 本来对因果和轮回从小都是有很好的一种正知正见 从来都是不会产生这些怀疑 但一些其他的有些人比如说 你二十多岁之前一直受一些其他的教育 根本不承认因果 然后后来通过感情受到一些刺激 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原因 然后信仰佛教 信仰佛教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穿着一些出家的衣服 头发也已经立得光光的 但是内心当中经常有对因果到底存不存在 轮回到底存不存在 八大地狱到底真的有没有 然后我死了以后人到底有没有后事 现在我看到在内地的一些出家人当中 对前世后世还是抱有特别大的怀疑的 那么这些人面前别说是一些大圆满和菩提心的教言 连一般的一些教言家讲不通的 因为他的心他基础摇摇于嘴的 根本没有打好稳固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上面怎么样给他讲 怎么样灌开水的话 他这个过不会成熟的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不是基础与求一些高僧莫测的大法 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特别的重要 首先自己应该认识自己自己应该最清楚自己 自己相续当中对轮回因果 尤其是对轮回的痛苦和前世今世 这个问题上面有没有一个怀疑 如果有怀疑的话 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证理智 来推翻自相续当中如山般的邪见 如果你没有推翻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首先我们应该对生死轮回 生起很好的证件这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暂时的幸福思考 梦中正在希望发达的时候突然醒来 有识和意义我们人间确实是这样的 现在的富贵 现在的荣华富贵 现在的各种各样美满的生活实际上是 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做得特别好 突然醒过来的时候好像一点事宜都是没有吧 今天早上我的脑中没有想 后来突然觉得已经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想是肉没有想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后来已经吃了半个小时了 我看你们有些人也可能有这种现象 但有些时候 自己做美梦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时间过了也是自己觉得是时间的 但实际上我们前一段时间 《四法八门论》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马上要 加要马上收心的梦一样的 有时候看到现在社会上的一些 还是执迷不悟的这些人真的看到他们的 所作所为生起很大的厌力 他们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这种人生永远会显现的 由这种邪知邪见来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的暂时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事宜 以暂时的一点点三国享受幸福快乐的人们 营业耗尽一河没有刹那自在留住 他一刹那扭住世间的自由也是不可能有的 即使便坐在天宝厌世的如意宝座上 尽情享受五种妙异的快乐天王 宿命结束以后又会在眨眼眨眼的瞬间 堕入地狱当中在烧铁的地板上 低着头感受痛苦 不要说我们这些人天人的快乐 不是有些人的神话故事 真正转生到天界的时候 他们的快乐不像我们现在人间有些人的财富和快乐相比 但是他们的这种快乐也是实际上 最后他的业力灭尽的时候 还是会一瞬间堕入地狱当中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生活过得再快乐 真的没有人也许你生活过得最快乐的时候 造的业更可怕的 现在有些有钱的人每天开酒店 整天都是杀无数的众生 那么这些人虽然现在看来 他的腰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钱 但实际上一瞬间的时候人是很快的 你现在变成人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富翁 但是你下一辈子或者明天的时候 也许在地狱里面感受无量的痛苦 所以这些问题上真实存在的这些问题 大家都应该要值得思维 就像我昨天所讲的一样 我们看见众生的时候 石头不是我的父母 然后牦牛是我的父母 那么这个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能不能分 平时能不能这样想 如果没有想的话 所谓的佛教里面的这些道理全部是好像讲故事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不合理的 尤其你们听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我觉得前面那个序言当中也是已经说了 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神话故事 因为你们以前看的一些什么动画片 很多虚构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真正的一些事实告诉的时候还认为是这样的 这就是你们思想的一种编辑我执所造成的 所以说自己的邪子邪见通过 应该有尖锐的智慧宝见必须要根除 如果你没有根除的话 我们在佛法的团体当中真的要作装成真是非常困难的 平时应该这样想的 同样 太阳和月亮虽然具有照耀四大不足的光芒 太阳和智慧我们那天学居士论的时候 也是知道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的 他们也是属于在天界当中 天界以自身来发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多经典当中讲得非常清楚的 太阳和月亮这样的天字也是 实际上现在在整个四大不足当中是照耀光芒 有这种能力的 但最后也会转生到黑暗之处 到那时候甚至取生尸体也是看不见的 他们有时候到达一些非常黑暗的海岛 或者一些悬崖下面的众生 这个时候原来照耀四大不足的这些天人 现在都是已经变成了 连自己的身体身躯也是根本看不见的 有时候一些大的磐石下面 或者一些大的地洞里面的动物 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也是 自己也是看不见的 变成这样的 所以万法当中有些相守得特别好 也是不要认为它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样虚妄的轮回 安乐没有什么可行的 它没有任何可行的 那天《四法八门论》讲的时候也是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此时此地为了要脱轮回的大苦海 获得永久的圆满正等觉果位 因精力精进以加心真心 后心圆满而修持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现在我们时时刻刻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在轮回的大海当中要获得解脱 就这样的一种目的来修 你们每天看我们这里有些可能闭关的也有 有些早上念诵的 晚上念诵的 这样也有 有些是磕头 修加心的 这样都有 但是目的是什么 首先你自己对自己应该好好地观察 你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要修加心 我修加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为了以后听一个密法 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证书 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轮回当中确实是 不管转生到哪里就非常痛苦的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在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要获得解脱 如果没有解脱的话 我永远都是这样哭下去 就是不值得的 现在遇到这样的上师和法门以后 我一定要获得解脱 首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会儿忘了 一会儿生气 可能有这样的 但长期这种观念比较强 逐渐逐渐已经习惯了 习惯的时候自己会发愿的 会这方面做努力的 这样一来我们的修行已经真正成了真实的修行了 否则有些人现在比如说修很好的经堂 做很大的功德 那这些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为了今生的名声 为了今生的财富 或者来世的快乐 这样我们的修行完全的方向已经变完了 不行的 所以首先是把自己 我们那天不是讲的吧 自己把自己当作一种监狱里面的人一样 监狱里面的人一会儿可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比如说监狱里面看你的鱼竹 如果没有看到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过得生活很快乐 但是他们的心里有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我毕竟是监狱里面的凡人 我什么时候在监狱里面能出来 他时时刻刻地在心里面 坏着这样的一种心情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 我们毕竟是住在轮回当中 轮回不管到哪里去是非常痛苦的 总有一天让我获得圆满的正等结果 让这些众生 跟我一切的这些众生 让他们也是监狱里面的凡人 没有什么差别的 暂时虽然过得很快乐 又吃又穿 然后享受也是该享受的 但是毕竟还是监狱里面的众生 应该让他们获得解脱 我们时时刻刻地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 如果有的话第一个 出离心应该具足 但有些修行人可能一刹那的出离心都是没有吧 尤其是现在有些出家人整天都是 搞什么誓言的建筑 搞一些政府方面的 各种应酬的这些人 当然没有他心动 看不出人的类型 但是从表面上看的话 什么叫做出离心都可能是不知道 每天都是接待这个那个 从来都是可能没有想过 我到底在想什么 我到底在做什么 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不行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闻思 我们闻思的目的是什么 背诵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轮回当中获得出离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大家时时刻刻地说 他这里加心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发菩提心 真心的时候也这样想 核心也这样来作回向 为了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这样我们回向有非常大的功德 下面就是讲 下面分别四位路到众生的各自痛苦 地狱 饿鬼 旁生 人论和非天人之苦 总共分六五方面 首先地狱的痛苦分四个方面 八热地狱和金边地狱 八寒地狱和孤独地狱 首先八热地狱当中第一个是复合地狱 然后黑顺地狱 纵合地狱 蚝雕地狱 大蚝雕地狱 少热地狱 极少热地狱和无间地狱 首先整个热地狱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从复合地狱到坚持向下道 无间地狱之间就像房屋一样成生地狱 按照我们那天讲俱舍论的时候 以他们的位置当然我那天讲的时候也说了 也有固定的 也有不固定的两种说法 大乘和小乘的说法都不同的 这个我们以前学过 这些地狱中间和周围所有的地方 全部是燃烧的地 燃烧的铁地 交易接触的时候便烧交 无有丝毫的安乐 在火色赤燃的境运里只有赤燃而 也就是说整个地方 除了赤燃的火地以外 再没有清凉的地方了 这是整个热地狱的特点 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复活地狱 复活地狱 吃热的铁地上 吃红的鱼金中间 地狱无量的众生以业力干燥 犹如暴风雪般 集聚在一起 因为众生都是业力现前的 然后它的地 也是燃烧的地狱生的 然后有无数无边的这些众生 全部就像冬天纷纷的雪花一样 全部集聚在地狱当中 由于嗔恨 因业干燥这样的同行等有过 因为一般来讲 复活地狱的这些众生 大多数都是以嗔恨心的感召 所以我们平时金刚道友之间 不要经常以嗔恨心来经常对待 经常恶口骂人 这样以后转生到地狱里面的时候 也是真是非常可怕的 我都有时候想在这里一方面 为大家讲经说法我也有一些功德 但有时候你们下面的人 也是开始乱告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是心里生起自相的嗔恨心 不是显现所谓的 你们有时候不听话 前一段时间分拌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生了很多次嗔恨心 这样可能一次的嗔恨心 我们以后在地狱里面感受很长时间的痛苦 这样你们也是作为嗔恨之缘 我自己也是嗔恨心里 嗔恨之因 但确实这些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还是这个嗔恨心有很大的果报 大家尽心尽力地能制止 如果以前所产生的嗔恨以大乘的这些教法 忏悔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众生相互之间 如同见到了主要的仇敌一样 互相生起嗔恨心而争夺 数众拿着由业力环变出来的兵器 互相打和杀 也就是说 他地狱众生的树里 各种各样的兵器忽然出现 这是业力现前的 然后互相开始打 杀 最后的全部都已经死完了以后 有空中传出来 愿你们复活的声音 所有的众生有时立即复活 这就是众生的业力现前 那么我们有些人 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的地狱 那这确实是一种邪见 首先对经论没有闻思的时候 经常有这种邪念 到了一定的时候根本不会有 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给他讲 你们长大以后不要犯法 现在也不能犯法 不然以后世间上有所谓的监狱 刚当小孩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监狱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 当时觉得不可能吧 监狱那么惨忍哪里会这样呢 不可能吧 但是你长大以后如果干坏事 真的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原来老师所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现在有些善知识引导的时候 可能自己都是不一定发现 但最后的时候 自己也会有真正感受的时候才会发现的 所以所有的众生有时立即复活 并且如前面一样又互相争斗 有时又复活轮返交替也极其痛苦 他熟练的话人间的五十年是四大天王的一天 三十天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 四大天王所在的天界的五百年是复活地狱的一天 这样计算复活地狱三十天为一个月 然后十二个月作为一年 此地狱众生感受五百年的痛苦 这个五百年的痛苦人间的多少年呢 我们以前《大圆满星期休息》当中 专门计算而且大书里面写了 所以你们自己也是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虚极的一些说法 自己应该想如果我这样转生的话 我看怎么样自己现在自由自在的时候 应该值得忏悔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